如果這個世界,再沒有鹹酸,再沒有功耗慢,再沒有H-game 連四樓都沒有四仔,甚至連丁都沒有打的時候 屌死了,Kooko! 大家好,歡迎回來《動物戰隊》第44集 歡迎啊,為什麼要用這種風格? 脫皮而已,什麼叫脫皮? 覺醒 你好,我是脫皮機佬 你好,我是時間的大王 我是很正常家社 瘦皮啊你 我現在是過來回答爹的阿騫,我看著他們脫皮的過程 今天就是第44集,根據剛才基佬你的開頭一集 四樓,四仔,四樓,四仔 我之前44這個數字,由於跟四樓,四仔兩個四字太像 所以今天要講一套有點色情的味道 那不是你Pay Condom嗎? 不是Pay Condom,就是講它有些味道的作品 我們今天講一個很認真的題目 因為我們有鑑於現在這個社會實在太多事情 受到壓迫,受到監察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套跟這個正經的題目有關的動漫上來 聊一聊 對,而且在這個裏面 但是我們對社會的不滿 對,就是《立不小心》了 對,沒錯,就是《立不小心》 保持著老象仔控訴它,這個社會的不滿 對,如果這套作品是成真的,《立不小心》是沒得看的 對,沒錯 那或者說一下什麼名字先 不過這套,講個名字之前 這個準量我真的剛剛才知道我第一次看 是 《校園黃色笑話》 應該其實有同類作品的 老實說,例如《極上生徒會》 那套專教涵劫的那套 對 那如果你有這套名字的話 它本身有兩個名字 那我講第一個名字就是 《夏流巾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而也有另一個譯名,叫做《沒有黃斷子的沉悶》還是灰暗世界的譯名 那看回國內的譯名,台灣的譯名,還是怎樣 其實《夏流巾》或者《黃斷子》 用廣東話來講,我好像上集如果說《黃斷子》是《鹹激》 《甜野》 這樣會意名一點 即是剛才我們那些這麼有味的東西都算是《鹹激》 《鹹激》就是《鹹激》 對不起 不是,休閒的激 還是休閒的激 什麼玩激 你不要搞什麼 我們今天好像都照平時一樣 是不是要講一下 介紹一下故事先 介紹完故事 跟著我們就會介紹一下人物 製作的工作 跟著一定就要講一些經典劇情 也都再講一講每個我們主持們的感想 沒錯 因為這個作品實在太正的關係 我們忍不住要在這個新番回顧之前已經要抽出來 沒錯 是我們剛剛對上那季的番組裡面的其中一個作品 好像沒試過這麼趕 這麼趕 也有四月 絕對不趕 是你的方言 因為我們是完全跟著的這個作品 是嗎 是呀 我們是最輕鬆的 因為我們有追上全路新班 是呀 那今天這個作品其實 講一下故事先 好 故事基本上由一個名字都告訴你 這件事是什麼 沒錯 又或者只可以這麼說 講了一個世界觀給你知 好 其實這個故事 我們就先講故事再講作者 不如 沒錯 那這個故事其實是講些什麼呢 就是 日本在一個經濟發展下的社會 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任何東西都已經是電子化了 那電子化了 有什麼好處呢 就好像大家現在這樣 就是看漫畫 看小說 你都可以下載下來 你會用 Tablet 看 手機看 是不是很方便呢 但是他們就再先進一點 已經不是用什麼手機 Tablet 他們就是用一件東西叫做 Peacemaker 簡稱PM 但是應該是手的 是呀 那個是投射機來的 投射機來的 很厲害的 那個世界是說你在手腕上 空氣投射一個螢幕都可以的 那麼像Hear的 Hear的那些世界觀 是呀 接近的 OK 變成這個世界科技很先進 那些東西就管理你整個人 全部東西 把手機加 Tablet加電腦齊齊齊 簡單的那隻Apple Watch 革功能厲害很多 不知道第幾代的Apple Watch 直接監控你的人的身體狀態 最重要 理論上是一個很完美的發展和科技 誰知道原來這是一個計劃來的 首先把所有色情文化的東西 電子化它先 然後再一次禁止你 就是透過這一件的工具去監察著你所有的行為 聲音動作 被你監察了之後 再把這個色情文化透過這種方法去控制和檢制 沒錯 那其實整件事就是一個叫做 線導課的一個組織 搞出來的 就是政府部門 你當是 那裡面總之通過了一條叫做工序良族健全獄成法 簡單來說就是所有鹹的東西都禁止它的花 總之鹹的東西都不給你看 日本禁鹹的東西? 你想想多嚴重 對 日本是AV世界工業來的 沒錯 不是世界男人工業 世界男人工業 但這行業好像很缺男人 根據東尼大木先生所說 好像不太教人用 看一些訪問東尼先生就說 我一行長期缺人 你來吧 但是很明顯這個世界 其實已經是他們不能上班了 即是東尼先生他們真的失業了 真的要轉行去唱什麼七里香那些 東尼大木先生 他有演唱會 有些人可以轉行去做議員 不知道不過來香港這邊 總之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這個法例 有這個PM 就監控你這個人全部的東西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真的你的手做什麼動作 你的人體溫什麼都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你做打釘的動作 是沒什麼可能 知道了 立即感覺到 那他做什麼 就被人塗水錶 其實恐怖塗水錶 他立即過來抓你去坐牢 丟你去勞改 什麼什麼都做了 在打釘的時候 他爆不進來抓我 是 那可能給他幾秒鐘 穿回來褲先 難說 我等著你就扯走 我穿褲都不穿 然後你可以在他的袋裡面 完成了這件事 可能 我沒想過拖釘的時候 完成我怎麼辦 那不就 善地 不出奇 你拿槍對著你 你拿槍對著他 你拿槍對著他 夠多讓他善地 你拿槍指著飛虎出偵劇情 我先回到這裏 我先說下流鏡 即是這個世界裏面 所有人都被監控 關了鹹事的人 不能說 不能看 只是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這個世界裏面的人 是性觀念錯了 或者是當時沒有這個概念 會將 聖結的世界 會將性慾 或愛情 這些東西都混亂了 基本上就沒有性教育 會發生什麼事在這套作品就告訴大家 而在這個受監管的一個虛偽和平的世界裏 這麼熟的這對白 我們要粉碎這個虛偽和平 沒錯 就不用打他人 現在就有一群熱血的男女 總之一個組織就出現了 沒錯 那個組織的名字就是S.O.X. 其實O字我猜是不是S.X那件東西就 插中間的字比O 你當是貼的貼字 雖然看起來就應該不是 它的全名是什麼 其實這個S.O.X.雖然擺明O 擺明暗示圓圈 日本其實圓圈很好用的 小O生中O生 都會永遠看到這個O字 那個O字就是大家 年紀就少到O歲 各位真男人你明白的 其實這個如果根據動畫的說法 大概就是一年 最多的時候就是聖誕節 即是每一次都市行程 每年都會跟你說聖誕夜 實生夜 然後第二天假計會就會跟你說 我們今天收到多少個電話 下個禮拜隔三個月那集就說墮胎 對 再隔一兩個月就跟他們說玉英子男 十個月後 以上的事情都是不會出門的 這個世界 對 而這個組織他們就非常有理想和抱負 就是要粉碎這種虛偽的和平 你猜用什麼方法 我最初猜應該是機關槍 人肉炸彈 用飛機撞進去什麼大廈 這群恐怖分子就是用非常喪心病狂的方式 沒錯 他們就是散佈了一些咸相 怎麼會 沒錯 就是散佈了咸相 即是他們出現有時就是仙女散花 散出來你以為散什麼宣傳單張之類 不是一張張咸相啊 公口慢啊 那些東西 即是類似戰地北韓那些宣傳北韓是壞人 南韓自由那些子那些 即是你當前回看新聞就說南韓經常播放少女時代 給北韓那些聽 其實是不是堅抽是少女時代的 即是少女時代的 即是少女時代的 即是K-pop 而這裏他就用差不多的方式 不過就可能是播一些什麼烏鷹的交配片段 播一些鹹片給他看 這樣做恐怖活動 之後就會有色情的漫畫 周圍散播給你看 沒錯 這個就是他們對抗這個極權的一個方式 當然這個故事在後期一點 就有其他恐怖組織出現 沒錯 因為另外原來有個組織會借他們上位 說覺得S.O.X你們很棒啊 我支持你 但其實不是的 他單純只是一群內衣外耗者 他們是沒有那個理想和最終極的抱負 他們有 就是在底褲裡吵來吵去 但這個世界是沒有一個幻想的 沒有一個要追求這個世界 而S.O.X就是說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 希望那些人是有健全的性知識的 對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這東西真的要覺得是效賤格的 但他認為這些東西都是有存在的意見價值 就不可以被你這樣抹殺了他 雖然我們說得這麼認真 但其實這套是一套搞笑的片 對 你是完全由頭就笑到尾 對 當然這套其中一個討論點 就會覺得是一種反烏托邦的思想 可以說是 都很心亡 當然 我們可能看其他書就會說 監聽你 你沒有人生自由 你不知道以前的歷史 現在告訴你這東西太難明白了 總之很簡單地說 這個世界不准看鹹書 大不大鑊 我們在色衷之前告訴你 是死亡好過 吊死了就算了 對 而這套東西 這個就晚一點再說 沒錯 那我們現在有一樣東西漏了 說得太慶高唱來講故事 誰寫這本書 你要提一提 給別人面子 那就是赤城 大空 赤城是不是真的大空 你猜 大空 大衛而且大空 不要說藍梁的感 藍梁的朋友你應該知道 赤城當然是大空 所以我先放一隻烏托出來 你先 不好意思 其實赤城大空老實說 是一個比較新進的輕小說作家 你說他是不是有很多經典大作 老實說不是的 而有趣的就是 因為現在動畫化 很多時候都會找回原作的人去訪問一下 你怎麼想這個心路歷程 你怎麼想這個故事出來 這些老土interview 他就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怎麼想這個故事出來 其實他們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整晚都出去 他跟朋友出去 說鹹仔 你看那個姐姐 哦 不錯 不可以在大王面前這樣說 為什麼 這句應該是他講的 對 不要把主客調轉了 不好意思 總之就是在講一些 色情笑話的時候 他們很認真地突然想一件事 假設現在講的色情笑話 被錄音 被監聽 甚至是不准你說的 一個社會會是怎樣呢 谷徵上路 那就想到現在的故事了 還沒講谷徵上路 就是其中一個 outcome 其實在裡面還有很多事情 夢為 很多事情 我待會才慢慢說 好不好 這個人太恐怖了 對 總之就基於這個概念之下 就想到一個故事 一個好像很認真反烏托邦的故事 為了這個故事不要那麼沉悶 他其實是故意寫的角色 比較瘋狂一點 瘋癲一點 誇張一點 所以我們稍後講的角色 有些是異常地發情 那些笑得你媽媽都不認得的 沒錯 其實都是一個故意的誇張化 可以說 就是透過荒謬去講一件荒謬的事 甚至你說得認真一點 挺有趣 這個概念其實我覺得不錯 尤其是我們剛才說的 你要講什麼監聽 人失去自由 你說你說不明白 不讓你打釘 死了沒有 你 但妹妹馬上被抓了 沒錯 你想想多恐怖這個社會 有人會死的 什麼人會死的 又是我 不知道 我說我們某個主持會死的 大王會很危險的 那個世界 不止大王的 有一個主持比較危險的 所以這個作者老實說 就是想了這個故事 也寫了這個小說 不過小說和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動畫 其實有些分別 或者有不同的感覺 稍後就會有請我們 最熟悉這套作品的專家 基佬去講一下 有什麼不同 我熟悉某人 應該說障礙 障礙 障礙 主要原作就講到這裡 動畫公司的方面 或者製作這個動畫 公司其實是大國人員的 因為你照看監督或者構成 老實說都不可以說 一些很知名很知名的監督 而監督甚至 其實只是負責過幾套作品 叫做監督的工作 他做了動畫業很久 但是不是真的做大位的 那變成這套作品 JC Staff也是這間公司 相信會更加多人認識 instead of你可能講的製作人員 統敬 JC Staff是做過什麼東西的 我們只講今季 今年不要說今季 大家很喜歡看監獄學員 哦 到底喜歡胸部屁股 我當然覺得這套已經擊敗了監獄學員 不過先回顧再講 然後就有這個 期待在地下城蟹喉有錯嗎 巨魚 你記住了一個名字 我剛才讀也覺得 還有一套就是阿蛇非常喜歡的食擊之靈 我以為是沙律 那個人最喜歡 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由你 這幾套叫做今年輸入話題作 它今年幾厲害 你看看它連續兩季都是製作一些話題作品 你不要管Bullway銷量 我們今天講的下樓應該買得很差 這些不講的 但是的確是掀起到一個話題和熱潮的 如果你去例如抽葉原那些店 最經典的幾間大店 Anime 下樓當然是有專櫃在播放CD播歌的 即是一直播放的 OPE 有的 有的 很歡樂 當然最熱門的位置就是這個學員孤島 也有Omaru小邁 都是拿了一個漂亮的位置 那麼沙律呢 都是漂亮的位置 OK 我是高速走過的 他高速走過去的 是啦 這些不過不要說了 變成這間公司是一間老牌的製作公司 促成了這件事 我甚至有種感覺像K-On 一間成熟的公司 但是一些比較新的工程去完成了這件事 是 變成動畫staff呢 就講到這就算了 因為都沒有什麼特別人的 其實是整件事 是啦 不過因為這個作品都真的出來的 效果算不錯 所以都有機會是這一班較為新進的staff 其中一個散美招牌的作品 可能是一個出發點 是啦 特別不止製作班底 聲優也是啦 那我們要講聲優就不可以只講聲優的 講了角色是誰就打誰先 跟著我們就再介紹一些新進的聲優 大家留意一下 看到這個名字就支持一下 有時候有些東西 不是很快消失的 聲優這行 是殘忍的殘酷 那一開始先講一下男主角 男主角這個厲害 其實他在小說才有某一個title 我們先講這個title 響了他先 那他的名字就叫做奧姦尼吉 是 那他在小說有個什麼title 很厲害 這個 就是 不給你打40天飛機的全身勝起 等等 會 會死的 應該 即是你的個案就是你的事 40天可能不死的我覺得 他的爆炸力非常驚人 可能有些出家和上去說沒問題 400是可以的 這是修行而已 是修行而已 所以其實應該是一個極度敏感的人 比預算 還有機器不要再顯露自己性癖的東西 冷靜點 當然這個這麼出的名字 在動畫上是不能說的 所以動畫版從來沒有提過這個 這麼響的 因為動畫版玩到盡 有時候的東西都不能玩 其實這套東西已經玩到 因為某個劇情是被那些叫做家長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還是審查會 PGA那些搞他們 這個待會我們再講 那男主角其實是一個什麼人來的呢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青年人 他爸爸主要比較特別 是恐怖分子 原本也不想做恐怖分子的 他爸爸好像說被人冤枉的 好像有一天好像人家覺醒了 就出去散步的下流照片 應該說他覺得這個時候要做事 要不然這個日本就完蛋了 誰知道他被人搞定了 就沒有堆暗路 坐牢 坐牢 所以其實尼吉都算是由小 被人有些歧視的目光長大 因為始終是一個所謂恐怖分子的兒子 你爸爸是拉燈的 是那個feel 不過現在就不是蛇彈 是扔鹹相 那他裡面就說他應該是由小被人歧視 所以他也沒有朋友 也因為這樣沒有朋友之餘 他有個童年陰影是反過來很討厭下流 他說我最討厭鹹劇 我一個很純潔的人 我要做純潔的人 因為就是這些鹹劇令他搞成這樣 沒錯 當然他就遇到一個童年 即是童年那時候 遇到一個他那時候的女神 遇到那個女神之後 他就改變了他一生 用了他來做一個目標 要考入那間女神的學校 再遇到這位女神 不過這位女神就 稍後再說吧 先說他的聲優 這次男主的聲優 就是小林遇界 但是你問小林遇界是誰呢 其實我真的不太知道 很新的 其實很新的 因為你看看出演作品第一套 是2013年的 這個年輕人 這套作品 你看看男主 擔正戴琪 很好笑的 笑得你媽媽都不見得 其實是新人 無讀有偶的 接下來說的那個女主角 都是新人 不過先說女主角 是什麼來頭 有多厲害 其實我們剛才說了 SOX這個組織 組織就一定有個創辦人 跟阿頭 就是這位少女 叫做華城寧女 其實大過男主角的 男主角進入那間中學 即是時光學園的時候 其實她這位女主角 已經是二年級生 而且同時也是一個 學生會的副會長 你這樣說 不要笑著軒哥 不是那個副會長 其實有可能性 可以交換 對 因為現在 你這樣聽說 又副會長 一看她的外套 出場的時候 都又擲著雙碼尾 黑色粗框眼鏡 對不起 追不下去 她真的很正經 很文靜 她的樣子很正經 文學少女那一級 文學少女那一級 就來了 打算她很正經 但誰知道她就是這個S.O.X裡面的領導人 精神領袖 是 說完之清 算不算是痴女 我又覺得不是 你跟第一女主角 你跟第一女主角 不知道幾女主角 我比他十分 說得厲害很多 不過她就表面上 是一個很正經密實的女生 但其實她是自小已經覺醒 沒錯 她小時候已經發覺自己很喜歡說咸雞 其實我幾難想像她小時候說什麼咸雞 我也很想猜到 她應該都是說那些 說一下小雞雞 小雞雞魚雞蛋 你說立不小心那一隻 可能是 像小雞那一隻 像小雞那一隻 就是女擺的馬 給食生 對 可能是謙謙笑的 說鮑魚 那一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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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爸爸都是被人抓了去坐牢 那個原因很少說她搞小妹 但是女主角說不可能 因為我爸爸是很人妻還是阿嬸 就是熟女的 好像是那些 正常搞小妹妹 要把她留給軒哥 沒關係 有什麼理由誤軒哥去搞熟女 這個原因是沒有可能 是沒有可能的 不是的 大王的 應該 你會不會誤大王去搞小妹妹 他不搞小妹妹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不要誤到這麼好 總之現在說她爸爸 在入獄之前就留了一部手機給她 好厲害的這部手機 剛才我不是說過她監聽她們全部說的事情 做的事情 而這部手機 就讓她每天有兩分鐘的總時間 可以用來說涵話 其實它是一部接機 只要掀開一部接機 就可以說涵話 為什麼我想到 那些人在家媽媽在那裡 不能說粗口 抖頭到廁所不停說 像喔 有那個feel 黃交衛說的那件事 有什麼秘密就和我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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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Vila絕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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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變身是換了一件衣服 那他這套衣服先脫掉衣服 是 其實他是一個全裸的女生 然後穿著一件白色的科學大袍 還是動畫版就好像拿一塊白色大布套著 我覺得感覺 其實應該是袍 我覺得應該是Lap Coat 不過就oversize 是 你當Style & Gage那件 Style & Gage 是那些 那當然 你始終好像要毛面子 變身要毛面子 有面具 有面具 就是拿一條內褲套著臉 是不是他那一條 是 即是那天那一條 我覺得是的 那你脫掉了 那你就有條內褲 那你就套進來 毛面子 毛面子的變身是藏起來的 要變的時候拔出來 那條內褲就是要變 如果不是你要多戴一條內褲 那很麻煩 你有沒有很慘 回到這個 所以他一變身後 他就 初初好像 除了插大型的恐怖襲擊 例如在一間學校的學生集會的時候 炸了他們 不是炸了他們 是給他們看 炸了他的腦 給他腦的轟炸 那一集很棒的 拍幾隻蒼蠅交配 那些蒼蠅就拔東西 也有時候會出去 好像仙女散花 散一些東西出去 但不是散一些宣傳海報 散鹹相 被人看到 看到我又不知道什麼 但又有內心衝動 即是說2B 涵上來 沒有點 後來就成功解決了這些問題 後來就很厲害了 那當然這個恐怖組織的領袖之所以 讓大家記得他除了他的外形 對白夠了任賤 還有可愛的性感之外 就是靠聲音的 他的聲音真的做到很放 很放 我不夠高音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你都很難挑戰 你都很難挑戰 哪個那麼堅 就是石上靜香 靜儀 那個靜儀 那個只是會洗澡 而且被人 開門 認真的 你覺得靈女淫 還是那個靜儀淫 我不知道 靜儀 OK 靜儀大了就是 靜儀去讀中學 就是這個樣子 讀高中 我明白 你洗澡山 搞錯了 你現在是大同 這個女主角 後來生了女就是靜儀 計算和時間差不多 OK 知道她跳來那個永遠不完結的八月就可以了 離開這個循環 這個聲優都 看回她配的作品又不少 超多 她也配了一個大名的作品 例如 我想先握幾套 我不先握個角色 好 例如有Golden Time 4月是你的謊言 好 然後甚至有Love Life的Season 2 也有 租造奇面冒險 還有 你今天點不點兔子 還有Sharlotte 我最喜歡那個畫 讓我先說 不過問題就是 配身的角色 例如Golden Time 前輩女子Dog Love Life裡面就是美術社員A 而在租造裡面就是少年 而在Sharlotte裡面更厲害的是 事故現場的女子 療養所 櫃桌人員 還有幾個女學三界 所以她配了很多作品 其實都是一些沒有名的角色 即是叫做老人 叫做過一過場 很配的 配角 真的配角 但接著可以配到較大名的角色 要數就是夏流瑾這一套 和食擊之靈兩套 食擊她配的玉味妹妹太可愛了 順帶一提這兩套都是同一間公司 玉味妹妹 是的 她真的叫玉味 我們看下一集的新版回顧再說 那可不可以說夏流瑾 雖然她第一次擔一個正一正的角色 應該說掀起話題的角色 你之前她都有做 會有人記得她的角色 是的 其他作品但不會特別記得 因為這個角色的成功在於 你聽完馬聲 你會猜哪個星優配得這麼厲害 一粒 我真的有想過一粒 老實說 我第一次聽我也以為是一粒 你有看《地下城》 特別是日粒配某種感覺是完全出吉利的 或者那種感覺就是 所以變成猜錯了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證明這位星優的potential 隨時就會浮出來了 至少真的配完夏流瑾 已經好之後大家都記得她的名字 現在 那當然作為一個星優她之後的視圖 是怎樣的一個複雜問題 不過看完這個之後 相信應該很多人都希望她會有一個好的發展 希望不會在HGAME會看到她 就算HGAME看到轉帝的名字 你不會看到她的名字 你會不會知道的 又來八波耀 當然是 好 接著講下一個更加重要的女主角 對 我覺得基佬你說這個會是女主角 沒錯 我完全覺得她是女主角 什麼名字呢 Honor錦之公 也就是那個男主角很憧憬那個夢之少女 沒錯 Honor這個名字也可以說是這個作品的另一個花名 這個作品我自己起了一個名字 很多人都改了一樣 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講笑話 動漫戰居特日 聖安娜西餅 為什麼不是聖安娜西餅 我的頭盔不夠這樣說 這個西餅真的厲害 但是聖字就不是神聖那個聖 是聖別那個聖 就是聖安娜西餅 好像是聖行為那個聖 是啊 說得這麼白的 我們經常在心裡想一件事 我們要做正義的事 做正確的事 只要做正義和正確的事 我們人生就會美好和對 是不是很爽口臉和香港那些好像呢 不知我那個人是夜神月記的朋友 又是寶可說Seda 那個人 但是她又沒有這麼誇張 因為她那個正義是什麼 其實有一點點模糊的 這個人 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不是你說 她媽媽說是什麼就是什麼 對 她媽媽說是什麼就是什麼 老實說一句 那變成這個這麼純潔的小妹妹呢 其實就是這個第二女主角 那說完我想阿基佬會斬死我 是啊 沒錯 你有沒有看到我拿一個錘子不釘 不過她就不是SOX的成員 就是學生會那邊的人 甚至可以說是善導課 哪有關係的人 直接是SOX的敵人 敵人 沒錯 那她的戰鬥力都很奇高 就是在懸崖跌下去 都不會死的那隻 她不用降落散都可以跳出來 是啊 總之很高戰鬥力 也是一個叫做品學兼優 言良淑德 實情告爆的女生 前期 前期 然後因為一個事件 她覺醒了 那就對男主角 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 再帶動了身體的某部分 異常的敏感 反應 你不應該這麼說 你應該是說 帶起了她對男主角的感情之後 牽帶起一些附帶的感情 或者我最忙碌的說好不好 簡單的就是出了水 你又沒有錯 又對 出了水 我真的沒有侮辱這個角色 裡面真的是這樣的 水你可以說很多水 口水也可以 鼻水也可以 我最初也在猜的是什麼水 我最初還在猜口水 這個角色 她自己搞不清楚 其實她對尼吉應該算是性慾 那樣東西 不不不不不 口水整支那麼多 你遲些就知道 不要翻 就是她對尼吉 她是覺得這是愛情 但是那樣東西 她是性慾的那個愛情 因為她搞亂了 對 因為這個故事就是說 一個這樣的世界觀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性知識什麼都沒有 變成這個Honor 其實她是不知道自己 這種感情是什麼 可以說是這個世界觀 這種 監獄模式的一個受害者 其實是犧牲品來的 因為你想想十幾歲 性知識什麼都不知道 有時候正所謂有些磨擦到 某些地方你應該有快感 應該有性 磨桌角 對磨桌角 說白一點 你磨桌角你有反應 就是男生去海灘 用那些浪拍浪打過來 你也會有反應 那些是經典劇情 這些其實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事 又例如好像現在這個Honor 其實她受到一些刺激 有性慾的反應 她都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她只是能夠憑一些很歪曲的做法 在我們現在眼中去看 去把她的愛去表達出來 所以雖然不打看她所做的 可以說很淫賤的角色 但是從她自己的角度來說 她覺得自己做的很正確 和她其實那些東西是純的 是因為她真的是愛 她覺得自己在做的 她覺得自己是歪曲的 就是紋人的底褲 把某些液體裝上一支 那些液體有個名字 就是 就是姓水 不是 你傻了 不是嗎 愛爺 愛爺 你是不是很熟悉口呢 對 所以姓Honor 不是是Honor姐姐 就帶動了無數人的情緒 慾望 其實是動畫版 可以說是這套東西的一個 吉祥物 吉祥物 她很多所作所為 都會令大家 卡圖上Facebook 一起再笑過 沒錯 Honor 都提不提她的聲優呢 當然要提 是 從來未有 是不是未有 就是從來都沒有 沒有的朋友 我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沒有 那這個聲優 那這個聲優 之前配過什麼呢 不用說那麼多 說一個就算 是 是 Naruko裡面的黑子 哦 被稱為宇宙級別的自動發情機 是 如果這個 Naruko叫宇宙級別 那Honor這些叫 創世級別 創世神之朋友 對 連宇宙都沒有 她是連宇宙創造者 我還以為是自動發情機 就是升級了 OK 其實有看Naruko的朋友都知道 黑子那種發酵的情況 可以去到什麼地步 尤其是說發情 那他的發情畫到什麼呢 我同意我們開會前說的 他已經超越了 原本的Naruko那個作品 哦 因為這套是厲害很多的 這套是他的發酵 發情 沒錯 那也絕對是這套作品的其中 一大賣點 他的發情 也是跟石上靜香一樣 他們兩個都做得很放 或者你當他的排水量 以蹲計 是啊 你已經很比一架戰艦 就是赤城 真正的藍梁 我想不是赤城已經是去到 大禍 長門那類的了 已經 我沒看到大禍 長門而已 我大概明白你說什麼 雖然我不是藍梁 變成這個就是那個學生會會長 我們要加速一天看到角色要講 那就下一個角色 應該我們先講一個藝術創作人員 那其實你作為一個恐怖組織 是必須有一個宣傳部長的 你看看我們的歷史裡面 希特拉也有個很得力的宣傳部長才行 總之要是弄一下海報 弄一下那個papaganda 類似的 沒錯 尤其在這個這麼短的世界裡 你筆都不准拿 畫了鹹東西都不行 那怎麼辦呢 就找到這個高人了 真是高人 這個真是genius 是genius 早月女月女 對 其實少搞笑的 月女這個字也是少女的意思 當然這個這麼恐怖 就不是少女 但她的配音其實她的聲音都大縮聲 那字她說出來 先說了 新井李美 這麼純面後 其實一聽到她的聲音 我一聽就認得她 因為只要你之前 有一看過那套科學電磁炮 然後你就認得他的 那個黑子 那個發城機器 又是發城機器 好像之前的發城機器 放在這套裡 集了幾套作品 發城機器 已經齊集了 齊集了 齊集了 七粒龍珠已經齊集了 龍珠那本 招龍珠 女神的聖鬥士也齊集了 女神的聖節 為什麼玩不打 那周月女了 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是藝術的天才 畫了很多畫都獲得大獎 但是他覺得這些話是沒有靈魂的,經過機緣巧合之後,他發覺他所失去或者沒有的性慾 在這些話裡面,就是簡單一點他想畫咸東西 他初初不知道就說好像沒有那些激情那樣,後期就知道原來想畫咸東西 其實好像一個作曲的人以為自己的歌沒有激情,原來就少了一些新人 原來他是想寫咸歌,根本想寫咸歌,那你寫咸歌你現在就不開心 好像有一天大導演他拍拍片,我覺得很沒有激情,很沒有感覺,原來你想拍咸片 是啊,所以你查一下屎匹布,可能他有拍過咸片 然後他看到AV,計劃了一隻恐龍出來,然後關他事 轉化色Point 該不知道什麼轉化色Point的朋友自己Google一下 對,先說到這裡,那祖月裡月裡這個角色就覺醒了 因為手不准畫畫的關係,他用嘴巴咬著一支圓筆去畫 單筆?對,單著一支筆來畫畫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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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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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那畫了一支圖就會透過這個組織SOX他們散播開去 就會灌輸不同的性知識給不同的人 但他最初就好像畫圖一樣一兩幅畫那樣 畫一畫越畫越瘋,畫成同人本都會畫了警告一旗出來 而那本同人本是 好東西來的,你這個美美天王的朋友 對,這個作品是富爺來的,是男主要cross某一個角色 阿勒尼吉就cross了一個學生會的成員 就叫做轟力雷書,幾乎硬正 坦白說他的樣子就是一隻大猩猩 但我覺得他是獸,我不知道 他是一個很公的樣子,但變成一個獸 好似作品是有說他是獸 總之他是一隻大猩猩的樣子,又叫轟力前輩 最初就好像很討厭男主角 因為經常覺得他是恐怖分子的兒子 怕他謀害到他的會長大人 但最初你以為他好像很喜歡安娜 不過後期呢,不知道是不是跟早月女師姐畫了那一支窮人本出來 計魚計蛋 總之呢,在機緣巧合之下是令光力前輩 對於尼吉的好感越來越高 有一種很微妙的感覺 讓我讀一下維京的解說 有路 他就說 身材壯石的男子,掌上狠像猩猩 十分照顧尼吉,對尼吉有超越朋友的成感 寫得好 真的概括得好,這段真的OK 下一句不讀了 你先去看吧 等一會先那個 總之裡面就慢慢講尼吉原語好感 雖然這本漫畫,窮人本畫是一個BL 弄一弄一弄,光力前輩會等尼吉上學 總之還幫他做麵當的 總之一隻戀愛遊戲中的女主角 據男主角做的那些事情 他都做齊了 差點沒擔任麵包的主角 你以為下季動畫沒有嗎 高速算過 為什麼是個嚇死 不過變成聖聖做的 當然了,其實軍力前輩 他就有些嚇死大家的事 不過就稍後再說 那就講完這個角色 SOX這個組織 剛才有提到有個領袖 有男主角 也有宣傳部長 還有一個精兵 永遠都是向前自爆 相信一定是向前 也應該是最前端 是? 是 鬼頭鼓修理 我咬字很清晰的 我沒有讀錯 還有這個是不是一定是最前線 某方面的前線 對於他本質的位置 以及他人本身的位置 也是 沒錯 簡單來說 他是一個小妹妹 有一個很特別的髮型 鬼頭鼓修理 坦白那隻 他的名字在中文讀也是很適合 鬼頭鼓修理 剛剛說他的髮型 就整個 整個蚊蚊 整個狗 引用某漫畫的名句是什麼 如果引用爆粗病 有DMC入面 這種髮型叫做 公然威所勤 但是八叔有一個不會變形的 不會變形 這個會變形 會膨脹與縮小 如果他還沒發一些 在隱藏他的公口氣息的時候 就好像高大便馬西的髮型 但只要他一發一些 就會馬上瘦氣 B6狗 我想起香港電影那個 阿徐飲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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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徐飲鋼的鳥的樣子 南洋十戒邪光 壞人的樣子 自己變壞樣子 那個也是B6 我記得了 《月光變月經》 一定有遠徵的樣子 記得了 就是那一段 是陳怡氣的樣子 不過叫他髮型 就紅紅色 就像個小妹的髮型 還會亮的 還有中間分界的 所以是模擬了某個位置 坦白說就超越了 每一集還會有大量的白色尼體噴出來 坦白說就超越了爆髒兵 那個是髮型 這個是本質 這個是概念 這個是髮型光大 但是這個角色 他也是一個猛鳥的人 因為其實他是來自一個 鬼頭group的組織 老闆 話事人的女兒 這個鬼頭group 總之就是其中一個 規模比較大的恐怖組織 太子女 你可以這麼說 太子女 就不滿意他老爸 這個組織的行事方法 覺得他們很廢 就發覺在網上 有一個新興一點的組織 叫SOX 就比較進取一點 做一些事情 所以投靠了這個組織 希望趕一番事業 嗯 重要來說 有此 這個是重點 因為他是填滿了這個作品不同類型 不同屬性的喜好的 即是連阿軒哥那些人士都會 對 因為你做 軒哥是羅利 有此給我 OK 不好意思 那先不要說這些無聊事 這個鬼頭妹妹 不是鬼頭妹妹 聲優就是一個超級 應該是整套作品最大牌 絕對是她 沒想不到這個聲優 為何她走來佩儀 沒有空 因為看回那些資料 這位姐姐平時在現實中 應該是一個很普通的直發 戴著死人眼鏡 去到那個片場 都會無故吃東西 發呃 傻傻傻的傻婆 是 不過他是一個國民級的偶像 他是其中一位可以在這個舞蹈館 開演唱會的人 是 厲害 說我這樣 掘光猶豫 不過我又這樣說 這個作品裡面 安娜呢 其實發呈之前 都是好像她這樣的形象 其實是不是掉轉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知道要發呈 所以掘光不會 那邊 不會安娜 真的很難完全是骨幹培的那個類型 真的 你想想 她發呈下去好像是OK 對 但為何會掉轉 真的不知道 或者這樣想 就是這個 由老帶亂 就是這部作品的特色 對 有一間比較老的公司 去帶一班新人 以正如這部作品的聲音一樣 你死定了 你說骨幹佬 那他真的年紀大了 經驗十足 經驗豐富 不過也挺老實說 提外話 你看回這部作品裡面 你會發現 掘光的配音 其實 聲音的變化 是優於其他角色的 這是事實的 很大的 即使你說男主 女主 他們是配得到的 感覺很好笑 這些是事實的 但是 講講角色的變化 或者聲音的舒服 或者變化 或者的range 是比較大的 range 主要就是掘光 是完勝了 你其實看得到 那當然真的是 日子有功 這些 我以為他旺鎮都是配些巨魚姐姐 也不是啦 掘光容易很厲害 什麼鬼都要配的 好啦 現在要射東西都要配 哈哈 他不是配某些東西 不要亂想 對啦 那由於以防一些 掘光粉絲記炸彈 或者說完之後的東西先 其實還有個角色要說完 都幾多人會記得的角色 是 那剛才呢 我不是說過 靈女應該算是教主 那跟著 尼吉祥也算是她的副手 那她做宣傳部長 那其實有教主 一個宗教裡面 那時候也有大祭司 很厲害 那如果在一些叫做看蛋 就是有蛋膜看的網站 就是比利比利呢 因為她買了正版版權 沒錯沒錯 那裡面的蛋膜是會 那些人是叫這個角色大祭司的 其實她是一個變態科學家 那這個角色就叫做 不破冰果 這個角色叫做 又是一些好像很正經的名字 是啦 那她是一個科學部的部長 那經常穿著校服 然後加一件麵包 那樣 好像做學術研究 那樣 不過我的眼睛保持著有黑眼圈 因為她日以繼任做研究 日以繼任做研究 日以繼任做研究 安靜一點 有很多觀察 不過她觀察的東西 就是有關性的方面 對 即是有空捐去主角的富浪帝 因為她很想知道 可能 生命之迷 生命是怎樣來的呢 她很想知道那樣東西 那些動物就會做一個過程 就會生育 然後變成研究那些動物 例如研究兩隻烏鷹搏東西 那她就想再引申下去 如果烏鷹有這些性器官 男女 即是人類都有 人類怎樣搏東西 她經常都想知道 所以經常想研究尼吉的順片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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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研究一下尼吉 因為尼吉也很出名 是一個恐怖分子的兒子 知道她的知識是非常豐富 對她入手 即是像尋找熟手技工的家鄉 對啦 你可以這樣想 那當然啦 養專業的內 那當然啦 作為很多少女都喜歡看漫畫 她裡面也都很喜歡 祖月女畫出來的那些功口慢 哦 即是祖月女畫出來的窮人本 她真的看得很開心 別人說想沒收 她說不要啦 你不要收我本書啦 保持著本書 或者談的條件就是 你不要禁某本書的推出和發展 那如果可能有尼吉幫她 即是尼吉找她幫她做事 那可能就有喬基日給她研究一下 給她看看你的什麼什麼 那這個角色是挺有趣 而且有些位置是 她負責助攻的 沒有了她的未必成功 她基本上是一個軍師 她是一個諸葛亮 對啦 所以真的有如是一個大祭司那一款 沒錯 也是一個大祭司 一個重要角色 她的聲優就是後藤沙水利 出名啦 但是那種出名又很尷尬 你說她有很多神級的角色 又不是 但是這個聲優你一定會這樣 嗯 那就好像夾了葛江柔衣 和一班更新進的聲優中間 算是中年之 比較起來 那這些角色其實都差不多了吧 應該還有一個 誰呢 她的名字叫小敏感 這個就是動畫原創角色 是不是 小算沒有 她日文都是這樣的 叫邊鏡站 那可能裡面她無緣無故弄了一些按摩器 無緣無故弄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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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緣無故弄了一些水噴出來 總之全部都拿到東西都拿到 對 就是她那一隻拿到東西 其實有一點服務給大家 算不算 我覺得不太服務 反而她單純一個做受害者 對啦 你總是找一個人做受害者 免費一次次畫 我期待第二季小敏感有更多的發展 但是誰配 神來的那個 不要亂說話 很危險的 水錶可以拿到你 小蒼圍 嘩 說到尖咪都掉了 說到尖咪都掉了 阿蛇 你真的可以 厲害 證明名字很厲害 沒錯 小蒼圍多厲害自己查吧 不多說 那我們不如先休息一下 因為這節人物說完都時間長 用最老套那句話結尾 角色已經齊全了 看看舞台開幕了 哦 爛了點 是咯 下次見 好